蔡芸汐 各位歷時代的夥伴們大家午安 我是佳樂福公共事務服務部 我是� вы details 那我今天想要用一個主題 來給大家一個分享 就是要成為一個有感的人才會有影響力的你 那為什麼要有感呢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一一來做分享 那這個是我現在的經歷 就是我在加勒府擔任公關 同時我也需要做一些CSR的倡議跟活動 那過去我做過像是媒體 然後我也做過公安公司 然後包含我也做過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我拍過廣告然後我也在飯店打工過 我考過空服員 然後我也做過公關公司的一些小AE 然後到現在在一個企業擔任一個公關 那我想跟大家講說我為什麼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也曾經迷惘過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在五年後 就是十年後要做些什麼 那其實我認為過去的經驗累積跟堆疊 在我溝通協調的能力 還有在我邏輯組織的能力 都是這樣子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那我很想再跟在座的各位 歷史在的夥伴分享就三個重點 那首先呢我覺得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培養自己的專業度 那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專業化的人 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要成為有感的人 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你要成為一個有觀察力 常常我發現有人就是地上有一個小紫屑 或者是現在大家在討論的議題 你都不知道 那你也沒辦法跟人家分享你的想法 那這時候你需要有一些觀察力 那觀察力非常重要 這個能讓你成為未來在有影響力的人 你怎麼樣發覺人家不知道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你要看一下 懂得思辨 因為我發現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在做一些溝通的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分享的重點是什麼 人家在講的東西他永遠都肯定 都很盲從 去追尋大家所認為對的事情 可是你少了一個思辨的能力 在未來你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阻礙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臨危不亂 就是如果說你在一個很緊急的狀況 像今天如果在辦這個活動 突然燈光沒了突然影響沒了 你要怎麼樣用最快的方式 然後你能臨危不亂的 把現場每一個人都按耐好 然後讓這個活動順利的進行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過去呢我在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或者是像今天站在這個職稱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樣的去做 那我過去就是認為說我只要挑戰 我一個禮拜我挑戰一天我做不會做的事情 我把我以前就是我是一個 過去是非常粗心 然後毫無頭緒 然後非常容易混亂 那我用我一些方式來去做一些調整 我在我拿一支筆一張紙 然後記錄說我覺得我哪裡地方需要改正 我哪裡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在每一次我發覺自己有一些缺點的時候 我自己找出來先面對自己 然後再來呢我就要持之以恆 因為常常我們在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都會說我今年我有一個願望 我希望我成為什麼樣 我希望做些什麼計畫 可是到了年底或者是一年過去以後 你發現什麼都沒做成 減肥永遠是明天的事情之類的 那所以我讓自己例如說我不愛運動 我不像Janny那麼愛運動 然後我訓練自己成為愛上健身房 所以我一週禮拜我就會上三天 所以現在就是養成一個習慣 那我認為當一個成功 或者是當一個你要成為一個有領導 或者是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執行力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屬於一個自己的專屬地圖 常常有人就會看那個市場上很多的一些成功書籍 那或者是減肥書籍好了 那但是永遠都不會 就是成功永遠是那幾個人 那你要屬於自己的一個專屬的地圖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定位 就是真的是要你發現自己的優點 你要去搶晃它 例如說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愛交朋友 非常喜歡幫助別人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 我希望我未來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與一流的人士來去做對照 我不是要做比較 我是要做對照 我要怎麼樣讓自己能夠更好 然後來去幫助更多的人 我不需要成為一個大慈善家 但是我希望我能夠做很多能夠幫助別人的事情 那在後面的話我想跟大家講說 其實在一個不管你是在公司 或者是在現在的職務 或者是一個學生 其實你都可以從自己發揮一個影響力 你要怎麼幫助你身邊的人 然後來去達成大家一起共好的事情 這非常重要 因為像我們現在 家樂府在做的很多東西 是跟夥伴一起做 我跟政府這邊聯絡 我跟NPO組織跟媒體 然後跟所有利害關係人 在講我們所倡議的事情 那我認為說需要夥伴的一個串聯 同時我很想跟大家講說 一個人走百步 不如百人走一步 因為當你在做很多對的事情的時候 你需要很多人 一起來支持你 響應你 當你站在一個位階 或者是有影響力的這個未來的時候 你希望的是你帶給別人什麼 你希望別人一起 跟你有共同理念的什麼 那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在回去以後 你能夠把剛剛講的三個重點記下來 我相信你們就未來 就會有非常好的一個影響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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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y 們 цы 就 electoral 毛 雜 讓 好 situ 多 辛